大批民众防晒措施做充足 全身上下包紧紧 弯着腰在田里挖哑挖 有人单枪匹马 有人西家带卷 甚至连小朋友都上阵 因为这可不是单纯农物 而是台东关山的拔萝卜活动 全国面积最大 给大家这个开心的拔 好好的玩 然后做农事体验 萝卜月偏寒 不耐热的特性 适合在秋冬种 11年前台东关山 开始固定在冬天 举办千人拔萝卜活动 今年更加入了 结合当地社区的 稻田装置艺术 就和各个社区 纷纷端出鸭香宝 有富裕成功的 蝴蝶稻田艺术 也有人直接做成 萝卜造型 它的材料跟素材 就是资源回收的 还有那个废弃物 拿来做创作 我的理念是想说 废弃的东西可以再利用 兼具的生态环保 还有富裕的问题 所以我们社区 目前是朝向这个 富裕奉蝶 这个方向在前进 除了薄萝卜活动 和欣赏装置艺术 现场还顺道 用摩采活动 行销在地农产 要让前来的游客 慢载而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ind病肯u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sta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